大家如果很專心的 聽各位醫師分享 就知道我的問題 頭痛 想看 冰附來改善 當然就是錯的 因為剛剛大衛醫師 已經有解答了 就是有幫我們小衛醫師 有解答 小衛醫師 你是小的 我知道 對 原則上我們頭部的血管的脹縮 事實上其實也會讓你的 頭痛不舒服 那不管是脹也好 縮也好 縮也好 其實都會 那其實頭痛來到急診室 常常都已經是 有不好的結果發生了 我這邊就分享一個 錯誤的案例 導致一些不好的結果 她其實是一個婦女 那她長期就是有 高血壓的問題在控制 那她也是因為 因為生活作學關係 常常會頭痛 那這一陣子 她特別痛得厲害 而且她痛起來 其實是她沒辦法工作 那因為她平常在廚房工作 其實又門熱 那最因為天氣的關係 她就想說 那是不是因為中暑了 是不是因為熱造成了 她的不舒服 她的頭痛這樣 所以她就想 那既然是熱 她就先休息 到冷氣房是吹冷氣 然後甚至她把臉都弄濕 吹電扇等等 她說那既然我是因為 環境太熱中暑造成了頭痛 那我就讓我的頭部稍微降溫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改善我的頭痛 那最後她用最激烈的方式 是用冰敷 因為她覺得她頭一直沒辦法改善 沒想到一幅更嚴重 那她實在是痛到手把 我就跟她先生說 那我先回家睡覺好了 沒想到這一睡 就沒有再下來了 她先生就覺得不對勁 怎麼中午回去睡覺 睡這麼久都沒有醒 對 再去教堂的時候 完全叫不醒 就趕快送來急診室 那後來我們幫她做頭部電腦 斷層上面一發現 她其實就是 腦幹出血 是那種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那造成就是腦幹壓迫 導致她意識不清 那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的頭痛 原因還是得慢慢去搜尋 大概原因是什麼 不要其實斷用方式 你看像她如果是因為她的冰敷 讓血管劇烈的收縮 導致血管破裂出血 其實也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任何的頭痛症狀 不只是單單要靠藥物 甚至如果真的沒辦法改善 還是要尋求正常的管道 去找醫師 去幫你找出一個 真正頭痛的原因 去緩解它 以免發生汗失 所以熱敷 冰敷都沒有效 那看你是什麼症狀的頭痛 對 對症 瓜哥這邊我想要補充一個 其實像剛剛很多醫師都說 要吃天然的維生素B群 可是大家好像都不太清楚說 天然的維生素B群 到底在食物裡面都在哪邊 其實主要就是 深綠色的蔬菜 跟一些未精緻的全骨類 所以大家聽下來就會發現說 其實台灣根據調查 八成以上的人蔬菜都不足 再來是大家都吃 精緻白米飯 白麵條 也沒有吃到一些糙米 或是全骨類的食物 所以在飲食的根本上 大家真的就要比較多足利 你便當打開那個青菜 不是兩三葉都數得出來 對 你怎麼吃得夠 很標準的盒子 一個 兩個 三個 一個雞腿這樣 或排骨 真的青菜根本就不夠 通常三格菜就一份而已 一天要吃最少三份 對啊 你除非到自助餐自己弄 對 還比較有 要不然家裡自己做 又清淡又比較好 對 來 一三樣看一下 腹痛便秘人人有 處理不但後果超危險 事實上腹痛的範圍很廣 因為從我們的上腹 然後肚臍腹筋跟小腹 這個都有可能是腹痛的一個範圍 那尤其說如果你常常有時候 腹痛自己吃了一些腸胃藥 那覺得都沒有改善 真的要小心 那有可能是腹科卵巢癌的部分 那我記得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事實上是 本來是大概四十多歲 那他本來是帶女兒來看 是因為他本身 女兒是因為那個 多狼性卵巢的部分 那我就建議他吃那個美蜂蜜 就是降血糖的藥 他本身可以治療這個多狼性卵巢 那當時我跟他講說 你吃的這個藥 因為會有點胃悶 噁心 拉肚子跟腹脹 所以有減重的效果 結果媽媽聽到以後 就回去就把那個藥 就移成自己在吃 那吃了以後他果然覺得說 胃不舒服的症狀還滿明顯的 他有點腹脹 他也有點拉肚子 都滿符合的 那最主要是 體重下降很快 他就非常的高興 那遇到別人看到他就說 你最近怎麼變這麼瘦 然後他就說 對啊...我就是 胃慢慢的不舒服 事實上他是很高興說 因為吃了藥 所以他減重減得很快這樣 然後接下來他就可能覺得 有點不舒服 因為剛剛提到說 這個副作用 所以他認為都是正常的現象 那一直減... 減到最後終於發現說 怎麼好像這個小腹 就是減不下來 那也覺得說 胃越來真的還是很不舒服 然後就跑到看腸胃科去了 結果腸胃科醫師一看 就發現說不對 對啊 那個根本就是 不是腸胃的問題 是卵巢 長了一個卵巢癌 那因為他卵巢癌 所以他把身體的養分 都被這個癌症給搶走了 所以他就瘦 那些不舒服的症狀 事實上都是因為卵巢癌造成 那後來就真的是 我們再轉到我們門診來看的時候 發現說 那你為什麼會去吃這個藥 他說因為我女兒給你看 所以你有開這個藥 我就... 就去買藥的時候 就順便那個藥局也說 好吧 我就開給你這樣 結果變成他自己 也都在吃那個藥物 就是降血糖的藥物來減重 結果殊不知他的問題 根本就是卵巢癌造成 就也耽誤他的病情 那最後開完刀 現在還在做化療 好啊 我是從小的腸胃消化系統 就非常不好 例如像我有一次 主持一個記者會 然後一般在工作前 其實我已經盡量 不要吃外面的便當或什麼 但因為那天真的太餓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我就把便當打開來吃 而且我也只挑一些 比較不油的 但是呢 就是在我吃完 然後休息了一下 準備要上台前的十分鐘 我的肚子就開始 而且是那種 你真的一坐上去 你真的... 那一種 那怎麼辦 我就跟我的經紀人說 對不起 我現在真的一定要上廁所 然後他就看到我一直在冒冷汗 然後我就真的馬上 因為他大概知道我的身體重 他馬上就是跟那個公安公司說 不好意思 他真的馬上去下廁所 馬上回來 我就真的是用手刀抄去 然後他跑去 然後再趕快回來 那一次就安全 解決 但是因為那個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又有一次 製作單位準備了那個 豆漿店那種 那飯糰是用糯米 對我來說也是不好消化的 那天我有自己提醒自己 我只吃了半個 然後想說應該OK 我們要把它吃完 結果大概下午兩點的時候 我就開始也是 而且那個痛很難形容 就是你會覺得 你的肚子一直變大 然後你要上也上不出來 上的感覺 是完全 腳痛才上不出來 就是整個很像 本來就是可能沒有懷孕 到四個月的那種大 對 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去看醫生 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 因為我的那個消化系統 真的太弱了 那後來 因為這件事太常發生了 然後我的朋友他們就開始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吃醫生菌 然後我就真的很乖 我就開始上網查 就到底醫生菌白白 總要選什麼 那我妹在美國 是有念關於這些的 我就問她 她就推薦我一個 美國有百年歷史 這個雷特士B菌的醫生菌 然後這一家的這個醫生菌 它是特殊菌種 每一個菌株裡面 它會有兩種作用 一個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 腸道消化順暢 然後另外一個是可以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吃 來 你先打開來 它裡面其實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對 因為它是膠腦 它每一顆裡面有 50億的這個菌類 真的好菌喔 50億喔 50億 好多喔 然後再來好吞食 然後也不會有一些 可能你會 房間有一些可能有加了一些 人工色素 或是甜的味道在裡面 反正就是吃的會覺得 很不錯 然後我也是吃了一陣子之後 史丹利就發現說 那個我的肚子 已經有慢慢變小 因為以前我的肚子 真的都超大的 就是只要是一吃飽的飯 或是只要真的太油 我會馬上衝去廁所 真的喔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我的那個消化比較順暢了 對 那其實像另外一個 我還有發現一個很好的 就是像以前 比如說可能旁邊的人 有人生病了 或是不舒服了 隔天馬上就輪到我 然後後來我吃了真的 現在就覺得好像有加了一個防護罩 自己也增加了這個防護力 對 所以真的 尤其是現在細菌那麼多 空氣污染 然後每天大家都外食 我真的覺得是可以從這個 讓我們的消化順暢開始做 自身保養做起 對 腸胃道其實它不是單純的 只是消化吸收而已 其實它跟我們的免疫力 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它其實不是無菌的 它是有細菌的 所以吃進去之後 我們腸胃道裡面附近 有很多淋巴結 很多的我們的防衛細胞 就好像軍隊一樣 如果吃進去的食物 有細菌的時候 它必須要把它殺掉 不好的細菌要把它殺掉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得以正常的運作 那假如我們腸胃道的 好的細菌比較多的話 益生菌比較多的話 它會把不好的細菌 其實它會把它殲滅一部分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防衛細胞 不用一直帶在腸胃道 它可以在全身上下正常的運作 可是如果我們腸胃道的益生菌 是比較少的 這時候我們的腸胃道裡面的 免疫細胞必須要比較活躍 其他地方它的免疫細胞就會減少 那其他地方軍隊減少 它就比較容易感染 所以腸胃道的益生菌如果少 它就容易感染 細菌感染或病毒感染 這個大概研究上 大概已經都非常徹底明確 那比較好細菌去研究 大概就是比非得氏菌 大家大概聽過 我們的腸胃道的比非得氏菌 比例比較高的人 它健康程度是比較好的 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不管是它的免疫方面 或者是消化能力方面 都會比較好 可是比非得氏菌 我們很多醫生都會建議吃益生菌 可是比非得氏菌有問題 它不是每一種都適合使用 為什麼 因為要吃下去之後 先會經過胃 胃是強酸 對 然後再接下來到舌子腸 會有膽質跟疑異 是強檢 所以經過強酸強檢 大概就全部都消失了 是喔 所以為什麼後來會特別去找到 雷特斯皮菌 因為雷特斯皮菌有發現 它可以比較容易 抗強酸 抗強檢 會消解喔 而且其實我剛少 還有一個我身體一個 很明確的改變 就是因為我以前上廁所 都是吸的 然後都是沒有成型的 可是我吃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的那個變很漂亮 因為你自己每天都會去看嘛 對 今天有成條狀耶 對 很棒 100% 所以如果在服用上 其實我們就要找 就是說它的菌種的問題 像剛才講那個雷特斯菌 HN019 這支菌它其實做的研究就很多 其實大家在使用之前 其實應該去做學術研究探討 因為網路這樣都很發達 它做過很多的學術研究 那在保護力跟各於消化功能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正面的效果 都有很多正面的效果 所以如果說我們平常時 生活的助息比較不正常 或常常外食 常常功能比較不好 我覺得一個好的醫生菌 是值得推薦的 如果很多人有健康上的問題 就會立刻上網找方法 在網路上資訊太爆炸了 所以真是讓我們也很難分辨 所以尋求醫師幫助才是正確的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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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優質的內容喔